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7月28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潘家晴 首先跟大家講今天的新聞提要 香港大學校委會通過 即時解僱戴耀廷 邵家俊也接獲浸會大學通知不獲續約 繼美加等地後 德國多家大學 疫症計劃關閉孔子學院 香港最新的民調顯示 特首林鄭月娥的支持度 跌至負百分之五十三 近五成人給他零分 詳細的新聞內容 在香港 社會運動抗爭下的秋後算帳未適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 就已被建制派主導的港大校委會 以大比數通過開除教席 另外 原任浸會大學社工系港師 兼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俊 接獲校方通知不再續約 但沒有交代解僱的理由 聽下文海恩報導 原任浸會大學社工系港師 兼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俊 自去年佔中案被判籌8個月之後 浸大成立調查委員會進行紀律聆訊 兆家俊星期一接獲院校電郵 說其申請續約不獲批准 合約至8月31日到期 兆家俊星期二接受本台專訪 說早上再收到校方寄來的解僱信 但同樣仍然未有解僱理由 他認為是莫須有 因為自己過去在同學 教師眼中都是相當優異 但自從佔中事件之後 屢次遇到校方刁難 例如說他因為政治參與過於高調 不適合做研究中心副主任等 又因為在大學主持有關佔中的研討會 也來事端 即使校方成立委員會調查他是不是違反工作 專業守則 結果並沒有違反任何東西 最終坐牢之後 都是被校方解除教務 過去30年 兆家俊從未間斷關心社會福利政策議題 在浸會大學就讀社工學系的他 畢業之後就在浸大進修 再度兼職 全職工作 做研究 民意調查 發佈會等 不少工作都和浸大有關 從全民退保到醫療政策 甚至是參選立法會 他和大學一直都相安無事 但佔中就成為轉捏點 對兆家俊而言 他希望的是得到一個合理解僱原因 現在浸會 恃住自己有權 就視而橫行 我覺得是社會上展示力量 他告訴你他要向我 以及 參與過50年度的人 一個教導 究竟 或者因爲什麽原因 只得被逐藥 是要講清講錯 因爲對我今天來說 沒有原因下 其實我圓結不了這件事 社會人士也圓結不了這件事 我和我的下一代也圓結不了這件事 我怎麽告訴別人 我怎麽跟下一代說 我什麽事 中了11年 在浸會突然 是不被逐藥呢 面對不被浸大逐藥 以及因爲判囚 而不能夠競逐2020年立法會選舉 即將傷失的兆家俊說 這幾年來 就好像度過了幾世的人生 起跌很大 他透露接客來 需要休息和沉澱一下 很多事已經不做我計劃 還有那個速度 那個改變的速度很大 我想我都要定一定神 看定這個環境 去試考一下自己的去向 何況我作為一個風暗中的人 很多事都不做我自己的 在現今的社會局面 不少社工即使在社會運動中 擔當調停的角色 但同樣會負上刑事責任 例如社工劉家棟 在反修例運動中 被控阻差辦公罪成 判囚一年 而社工陳鴻秀 更加被控暴動罪 案件仍然審理當中 肖家棟說 現在社工的確很難自處 社工的本質 是要捍衛社會公義 站在弱勢社群的一方 無異地 這樣會和當權者有衝突 但肖家棟說 過去政權都會懂得 如何和社工相處 既有維權 也有維穩等 肖家棟概探 到今時今日 中共政府就不再願意 維持這種 難為自己難為敵的關係 而是要修復整個反對意見 不過即使是這樣 他仍然有這直說 對社工學系的學生 甚至是同工說 無論政權殺了多少工 殺了多少工 但是 人家躲不了天涼 無論現在有多嚴重 還有有多艱難 但是我們也要相信改變 甚至要相信改變 會因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 而出現 浸大回應就說 校方根據既定政策和程序 處理所有合約事宜 而基於私隱理由 校方不會透露個別個案的詳情 而浸大教職員工會 星期一就說 邵家棟在校內的評核 一直都是 獲系主任級與Excellent 即是優秀的級別 代表其教學得到學生和教師的肯定 批評校方漠視邵家棟的教學表現 在這個情況之下 不再和他續約是政治清算 邵家棟因為2014年佔中案 而被判善華他人作出公眾防擾 及善華他人善華公眾防擾 判籌8個月 邵家棟早於今年1月 曾收到浸會大學的通知 說會解除他的教學工作 校方也成立內部調查委員會 檢視他的個案 另一邊商 港大校務委員會 星期二召開會議 審議同樣因為佔中案 而被判囚16個月的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的教席去留 最終校委會 以18比2 大比數通過解僱戴耀廷 退翻教務委員會 早前建議保留戴耀廷教席的結論 戴耀廷在社交平台發聲明回應 說辭退他的決定 並不是由香港大學 而是由大學以外的勢力 透過他的代理人作出 認為這個標誌著香港學術自由的終結 他還說會以另外的身份 繼續法治的研究和教學工作 也不會停止為香港的法治而戰 有信心未來會見到一所自由的港大重申 戴耀廷去年被校方展開紀律程序 教委會本月上場曾經開會 認為戴耀廷因為佔中案被判入獄 屬於行為不當 但未構成充分的解僱理由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文海恩報導 已宣揚中國文化為口號的孔子學院 近年被質疑充當中共的政治工具 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和間諜活動 繼美加等地相繼關閉孔子學院後 德國聯邦議會將該議題納入討論 而在年底關閉國內多家孔子學院 紀錄片《賈孔子之名》導演 指德國的漢學家被中共滲透 又批評西方國家 仍有一些大學難滴金錢的誘惑 堅持與中國合作 聽吳亦同情文報導 德國自民黨向國會提交議案 為了保護德國的研究和教學自由 認為德國應該全面終止與孔子學院合作 國會預計在下季休會之後的新會期 就有關議案展開討論 德國一共有19家孔子學院 合作的大學包括有漢堡、海德堡、忽萊堡 內比錫以及柏林自由大學等 德國牧師、時評人成世光 接受本台採訪時說 中共透過孔子學院向德國輸入中共意識形態 孔子學院披著文化交流的外衣 以合法方式進入德國 實際危害比武漢病毒更深 他認為曾經經歷過納粹時代 東德共產政權的德國 應該清楚孔子學院的政治目的 關閉孔子學院才符合德國憲法的宗旨 孔子學院是假的 學術之名、文化之名來做的 孔子學院就是一個 中共破壞民主價值秩序的一個政治工具 比武漢病毒還要厲害 病毒是延長的 它是工人的機構 因為德國大學這樣的一個反轉發展方向 感到非常欣慰 孔子學院不管他是 隸屬於中國政府的教育部 還是變成一個起行會 其實他是萬堂不萬要的 拿東德做歷史 他一切都是政權的馬前竹 根本不存在所謂的 言論自由、講學自由的文化交流 德國自己的經驗就告訴他們 孔子學院他是政治性的 他是邪惡的 加拿大籍導演秋文 曾經去年12月 帶著紀錄片《假孔子之名》 在德國循迴放映 並且和多位孔子學院的負責人辯論 他認為德國高校的漢學家 被中共嚴重侵蝕 德國漢學系裡面的人 那個價值觀受到很大的侵蝕了 孔子學院的問題他們非常知道 開孔子學院之前 必須要桌面底下要答應 漢伴你不要提這些敏感話題 他們也答應 首先是他對普世價值 已經退讓了一步了 讓步之後呢 他覺得我還是可以拿到你的錢 你的不好的東西我可以控制 最終是不可能成功的 因為你一旦開了這個口子 讓中共的手伸進來了 你就絕對防不勝防 臭文批評 整個歐洲特別是德國 面對孔子學院的深度滲透 政府依然沒有推出有力的對策 現在英國開始好轉了 其他歐洲的國家我看很糟糕 德國尤其糟糕 德國沒有意識到 中共對他們的威脅 給中共很大的空間 去做它要做的事情 我相信 包括德國的情報機構 都對中共 其實是不缺乏了解的 也不缺乏掌握一些證據的 這個政府是不是重視他們的情況 然後是不是有決心去做這個事情 德國《世界報》近日報導 德國多家大學正在計劃關閉孔子學院 其中漢堡大學 將會和孔子學院切斷關係 漢堡大學證實 為了排除政治影響和知識外流風險 決定在今年底前 結束和孔子學院的合作關係 該校解釋 雙方的合同在2018年啟動 期限是5年 尚未清楚北京是否會接受 合同提早終止 波欣大學也正在評估 孔子學院是否存續 他們和孔子學院的合約 在2022年到期 根據大學管理層提供的資料 尚未簽訂新合同 早在2016年 杜塞爾多夫大學 就因為擔憂 中共政治要求對教學的影響 已經在2016年 和負責孔子學院主管機構 中國漢辦解約 杜塞爾多夫孔子學院前院長 賠高德表示 對中國稍有了解的人都會清楚 中國的行政機構 和黨組織緊密相亂 不過德國仍然有不少大學 不願意放棄和孔子學院合作 法蘭哈福大學說 有關政治滲透 自我審查間諜活動 是毫無根據的謠言 漢諾威大學 馬克思故鄉的特里爾大學 以及杜爾斯堡大學 也反駁對孔子學院的批評 漢諾威大學表示 不打算終止和孔子學院的合作 來比錫大學反問說 是不是應該中斷 和中國的所有外交、經濟和研究關係呢? 特里爾大學聲稱 孔子學院的主辦單位 是一個非政府基金會 德國聯邦政府去年 回應自民黨議員質詢時表示 中國漢辦隸屬於中宣部 間接承認孔子學院大外宣的身份 中國在全球範圍開設了超過500家孔子學院 他們通常和非常有聲譽的知名大學合作 為淡化孔子學院的官方色彩 目前中國當局 已經將他們的主管單位 改為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香港的民意研究所周二公布最新的民調 顯示在7月中下旬 香港每天新增過百宗 本地感染新冠肺炎個案 及中國要求美國關閉 鑄成都總領事館等事件下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的支持度正值 跌至乎53% 較半個月前下跌7% 最新的調查還顯示 有47%的受訪市民 給這位特首零分 另外 香港民然將在週五起 開展立法會選前滾動民意調查 並將在下週二 發放首階段的結果 聽下霍亮喬報導 香港民然的調查顯示 林鄭月娥的最新評分是28.9分 和半個月前分別不大 支持率是1成8 以及7成2的反對率 林鄭月娥的民望正值 即是-5成3 較半個月前下降了7% 自民對現在的民生 經濟和政治狀況的滿意正值 分別是-5成1 -5成2 和-7成 林鄭月娥已經成為 歷任特首中 平均民望分數最低的特首 只有43.5分 調查7月下旬 以抽氧形式電話訪問在1,029名 18歲或以上 講粵語的香港居民 期間發生了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發表對華政策的演說 美國要求中國 在72小時內 關閉駐休斯敦的總領事館 中國要求美國 關閉駐成都總領事館 以及香港連續多日 每天新增本地感染新冠肺炎個案 過百宗的事件等 另外香港在新增106宗 新型肺炎確診個案 當中98宗是本地個案 香港年日確診過百 食物球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在電台節目中改口 說第三波疫情感染源頭 是來自豁免檢疫人士的講法 有實證支持 他說船員、機組人員 這些糾免人士 整體在離港檢疫方面 已經收緊了 專家的實證 特別是做了基因排序 這些有效的實證 是令到我們更加清晰 目前港夫容許至少29萬人 免檢疫入境 政府早前曾經說 第三波疫情 是由獲固免檢疫的海域 或者是基組人員引發 這個說法是誤解? 在台灣 同日新增的5宗輸入個案 1宗來自香港 4宗來自菲律賓入境 自由亞洲電台 法輪喬報導 英國《金融時報》 引述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 陳智思表示 早前接獲一家美國銀行的通知 將關閉他的戶口並退款 陳智思不願透露該銀行的名字 《金融時報》報導 陳智思指出 隨著中美關係日出緊張 外資銀行和官員的業務往來更為審慎 並正拒絕 一些香港官員的戶口 陳智思又指 美資銀行不願意接觸政治敏感人士 即使是匯豐銀行 也不想和它有往來 西方多國因應港區國安法作出回應 繼澳大利亞、加拿大和英國後 新西蘭也宣布 暫停執行和香港的引渡協議 學者認為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 西方社會質疑香港司法制度獨立 中國外交部就批評 新西蘭對港區國安法錯誤解讀 中方又宣布 香港特區政府 將暫停和英國、加拿大、 澳大利亞的移交逃犯協定 以及刑事司法互助協定 聽下劉兆峰報導 新西蘭副總理兼外長 比德斯星期二表示 鑒於中國實施港區國安法 新西蘭決定 暫停和香港之間的引渡協議 比德斯指出 港區國安法 削弱了法治原則 破壞香港獨特地位的一國兩制框架 中國違背對國際社會 所作的承諾 1997年 中國作出一國兩制的承諾 現在很清楚 法治走了樣 所以 我們的引渡安排不會成立 但是 如果他們回頭 為了兌現1997年的承諾 我們都將重新審視我們的處境 比德斯強調 新西蘭是獨立國家 有關決定 不受其他政府影響 他還表示 新西蘭在出口軍事 軍商兩用貨品和科技上 將比照和中國同等的出口模式 此外 新西蘭已經更新 對香港的旅遊建議 警告國民留意 港區國安法大力的風險 新西蘭是情報共享聯盟 五眼聯盟的成員 其他成員國 加拿大 奧大利亞和英國 早前分別暫停和香港的引渡協議 而美國亦表明 有意敢做 美國總統特朗普 早前更終止對香港的優惠待遇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科學院全球研究學系 兼任港師陳偉上接受本台訪問 他指引渡協議 是國際間重要的承諾 某程度上 反映西方社會 對於香港司法制度 能否獨立於內地有所顧慮 不恰當 或是不人道 或是違反西方保釋價值人權的一個情況 所以其實這個憂慮似乎 都可以叫做在外交層面上 西方社會已經都很明確地表示這個憂慮 陳偉上指 除了暫停執行 和香港的引渡協議 新西南也更新 對香港的旅遊建議 反映西方社會 對港區國安法的憂慮 包括在香港居住的國民人身安全 而在西方社會 對一國兩制失去信心之下 以往香港享有的特殊待遇 也可能慢慢失去 在北京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回應指 新西南的舉措 完全建立在對港國安法的錯誤解讀之上 造法嚴重違反國際法 和國際關係基本詳質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中方對此表示強烈反對 並保留了出進一步反應的權利 敦促新西南當局 立即糾正錯誤 停止以任何方式 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以免損害兩國關係 汪文斌又表示 中方決定香港特區政府 將暫停和英國、加拿大 和澳大利亞的移交逃犯協定 和刑事司法互助協定 加方、澳方和英方 將對港司法合作 政治化的錯誤行徑 嚴重損害了香港特區 和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英國 之間開展司法合作的基礎 偏離了司法合作 維護正義和法治的宗旨 為此中方決定 香港特區 暫停、港、加、港、澳、港、英 移交逃犯協定 同時決定 香港特區 暫停、港、加、港、澳、港、英 由亞洲電台記者劉曉峰報導 逃入中國駐三藩市總領事館躲藏約一個月後 在上週六被捕的中國學者唐娟 自然擁有解放軍背景 被控簽證欺詐 在當地時間週一以視像形式出庭應訊 聽聽霍亮橋報導 台灣中央社報導 唐娟案週一 由加州東區聯邦法庭 法官巴欣斯以視訊審理 不公開畫面 只是開放外界電話聽審 並且規定嚴禁錄音 法官巴欣斯先告訴唐娟 在案件審理的基本權利 視訊現場有中文翻譯官 和唐娟的律師 在只有十多分鐘長的首次庭審 唐娟完全沒有開口 全部交給律師代答 唐娟的代表律師說 中國公民在海外 遇上法律問題 尋求領事協助是關上的做法 不代表唐娟有干犯罪行 又說美國政府對中國 有越來越高的敵意 不希望當事人因此而受到影響 法官說唐娟存在潛逃的可能 需要繼續還押 不准保釋 案件初審將會押後到8月10日 美國司法部門發言人 曾經是上星期四 對傳媒表示 唐娟是躲在中國領事館的逃犯 說中國政府在過去一個月 以諸愛使館匿藏 保護美國政府追緝的逃犯如果屬實 這樣在外交互動上非常不尋常 美國聯邦助理檢察官金斯利 在法院文件中寫道 美國當初有證據顯示 中國政府指示這些人 銷毀證據 並且正是努力 設法等相關人士 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美國 這樣令相關案件 不只是單純的簽證欺詐 還有背後的政治因素需要釐清 事件正值中美關係升溫之際 美國認定中國政府 試圖由美國專名研究機構 損失機密 是40年來最大規模的打擊行動 針對全美國25個城市 涉及損失知識產權 據解放軍背景的中國學者 展開調查 唐娟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擔任癌症研究人員 根據法庭文件 37歲的唐娟 被控隱瞞她為解放軍工作 和現役軍人的身份 申請去到美國擔任訪問學人 她在簽證申請文件上面 否認為中國軍方工作 或者與共產黨 和其他極權政黨有關聯 她的訪問學人計劃 在校方的記錄系 以研究為基礎的學術交流 與中國教育部和西京醫院有關 根據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發言人 費爾的說法 唐娟是該校醫學院 方社總留學系的訪問學人 她的研究經費 是由中國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資助 留機位置屬於中國教育部 聯邦調查局FBI探員迪蘭 在記數書中表示 今年6月20日 唐娟是居住的公寓 接受了FBI約談 和搜查 迪蘭發現 唐娟穿著 中國人民解放軍制服的照片 並且找到一份唐娟要求 中國政府補貼的申請書 唐娟自稱是中國共產黨員 另有論文等資料座證 唐娟在簽證申請時說謊 唐娟在6月26日 被控簽證欺詐罪名 最高可以判處10年有的徒刑 以及25萬美元的罰款 中央社報導說 唐娟能夠到加州大學大維斯分校 擔任訪問學人 懷疑與該校醫學院總流部門的教授 與李健健有關 李健健在過去幾年 與中國科學家有密切的合作 互動學者當中有些 在中國空軍軍醫大學工作 李健健本身在1984年 取得西安的空軍軍醫大學位 在1994年獲得埃澳亞洲大學 防射線與自由基生物學系博士學位 在1995年至1998年期間 接受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旗下的國家癌症研究所培訓 目前是加州大維斯醫學院 總流部門的教授 並且是該校轉化醫學研究主任 能夠對應唐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 空軍軍醫大學 國家分子醫學轉化科學中心的職務 唐娟是目前美國已公開的第四名 被控簽證欺詐的中國學者 根據美國司法部的新聞稿 四名學者中有三個人 與醫學研究相關 另外一名則是從事人工智能的科技研究 自從亞洲電台發亮翹報導 中國影片軟件TikTok被指有安全隱望 最近相繼遭到美國和印度等國家封殺 日本執政黨自民黨的議員聯盟 週二都就這個議題提議 望政府立法管制中國的應用程式 日本的《讀賣新聞》報導 日本自民黨 由大佬 前經濟財政大臣金利明組織的 《規則形成戰略議員聯盟》作出決議 將建議政府 立法限制跟中共有關聯的應用程式 以防止用家個人資料外洩 除了TikTok等娛樂性應用程式 自民黨的議員更指出 日本部分銀行 在審查融資時 也有使用中國企業開發的人工智能程式 指揮也潛在安全隱患 對此自民黨議員建議政府立法 並限制中國的應用程式 以免國民個人資料外洩 對日本安全構成威脅 議員聯盟更強調 未來將就此繼續跟政府討論 並敦促立法 接下來又是《以邊封》節目的時間 今天跟大家說的題目是 《優斯敦領事館的前世今生》 聽下霍亮喬和大家說 花旗參議員克魯茲發推文表示 隨著華府下續核令 趕走強國住優斯敦總領事館的人員 現在優斯敦有領事館提供給自由的中華民國台灣了 他認為華慢的強國本來就不應該有總領事館 而值得一提的是 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前 國民政府早在1937年 就在優斯敦設有外交機構 當時蔣介石任命胡細芬擔任優斯敦副領事 其後將他升格為領事、總領事級 胡細芬來自外交世家 他出生於巴黎 是清末民粗外交家胡維德的五子 胡細芬早年畢業於北平富人大學 並獲得英國文學系學士學位 之後去到花旗國留學 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石士學位 1942年起任職於外交部 他的外交生涯很長 出任過保島外交部歐洲司司長 駐巴拉圭大使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務 胡細芬的父親胡維德 是江水年間的舉人 曾經在大不列甸公事館擔任翻譯學生 之後升為徐縣 在此後 歷任駐花旗國公事館的參贊 駐俄國公事館參贊 代理駐俄國公事 和駐俄大使等職務 在1979年 玉城花旗國轉太 被中共在優斯敦設立總事館的 不是其他人 而正是習大大的仇家薄熙來的父親 事任強國副總理的薄一波 現在薄熙來身在監獄 但是習大大的日子似乎也都不好過 不知道這樣算不算是天理循環呢? 美國環太平洋軍演將在8月中下旬舉行 台灣今年會不會獲邀請參加引起關注 台灣國防部發言人史信文表示 被爭取成為觀察員 對於美國眾議院將提出 防止台灣遭侵略法案 要求美國總統 在中國武力犯臺時出兵 學者認為 表態的意義大於實際 中國如果真正武力犯臺 出不出兵只有美國總統一人 按當時的情況決定 法案對總統沒有約束權 聽一下鍾廣正在台北報導 美國參議院上星期通過2021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 建議美軍應該邀請台灣參與環太平洋軍事演習 在台北國防部軍事發言人史信文周二回應表示 國防部目前雖然未接獲正式通知 但是會優先爭取擔任觀察員 環太平洋軍演的部分 目前我們還沒有接到正式的通知 但是只要是能夠有助於區域的和平穩定 確保國家的利益 那麼在符合軍事戰略 以及我們整體的防衛構想之下 我們都會審慎的來評估爭取以觀察員的身份 那優先是以這個人道救援 以及官模聯合計劃的作為這個項目為主 對於中國籍弘牆運沙船周日在澎湖翻覆 兩岸都動員機艦搜救 中國搜救船和飛機更加越過海峽中線水域執行任務 史信文表示對於中國大陸船隻和飛機執行搜救過程 軍方全程監控 有關於在台海中線發生這些類似的事故 是屬於國際海洋法規範的一個人道的行為 那麼在執行層面上 是由國家搜救中心依照全責來分工執行 然後要求各部會來配合來做 有關於中國大陸申請進入台灣海峽 來執行任務的搜救機跟救難船 國防部的部分基於人道的救援立場 會全面的來監控這些非武裝的救難機艦 進入我海空域來執行任務 那國軍是運用聯合情侦針的作為 都能夠綿密的掌握相關的一個狀況 另外美國共和黨眾議員尤赫 本週將提出防止台灣造侵略法案 根據台灣自由時報取得法案內容指 法案分別定義三種符合美國總統動武的狀況 第一是中國對台直接動武 第二是中國有意奪取台灣所掌控的台澎金馬等地 第三是台灣人民或軍隊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 法案亦設定落日條款 即至總統依法動武護台當日起 五年之後失效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講座教授陳一新表示 法案通過只算是國會表態 對美國總統侮辱速力 大陸無力犯台美國是否出兵 只有美國總統特朗普一個人能決定 他這個授權也不是施壓 戰爭權是總統 宣戰權是國會 要不要打仗總統決定 總統可以不宣而戰 但是呢 你馬上就要不想做國會報告 以前打秘密戰爭的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1973年戰爭權利法案就已經規定了 總統不能打秘密戰爭 但總統的主動權還是有的 所以說總統要不要打是總統出於總統的主動 或者不想打就是被動 根本不理會 那麼台灣就結束了 就變成一個既成事實 所以都國會通過的是讓總統有法可依 但並不表示總統一定要依照這個法律 陳一新認為防止台灣遭侵略法案近期將會通過 特朗普總統也會簽署 但是並不代表特朗普一定會出兵協助台灣 他指特朗普簽署過台北法案 台灣旅行法 印太再保證法 但是簽署和執行是兩回事 就好像通過台灣旅行法之後 美國從未派遣過高官到台灣訪問 自由亞洲電台中廣正台北報導 正當中共解放軍在廣東雷州半島以西的海域 開始第二階段實彈射擊演習之際 美國空軍在週二上午派出E-8C聯合星偵察機 通過台灣南部的空域進入南海上空 隨後向西朝廣東飛行 有軍事專家指出 美國克爾派軍機戰船進行監控 是帶有來到家門口示威的信息 聽下方德豪、劉兆豐報導 南海戰略態勢感知句話平台 星期二發表推文指出 這是兩週內E-8C聯合星偵察機 第六次飛行台海空域 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劃 並指掛名於中國北京大學 海洋研究院的情報機構 主要是發佈美軍動態 台灣的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呼研究員 軍事專家來正修對本台指 中共解放軍的軍事演習 已經預先向其他國家宣布 包括希望告訴美國 不要用各種手段進行探測 但相信美方會持續 派偵察機到附近空域 以掌握中共的軍事部署 對美國來說 越能夠盡快地掌控 這個中國大陸的軍事部署 跟他們的軍事演練的話 這個對美軍來制定他們的防範 或是反制措施等等 都有相當大的幫助 所以可見得美國其實相當在意 中國大陸的解放軍的一舉一動 除了衛星以外 他們也會派軍機跟船艦進行監控 所以這樣的監控一定會持續下去 李靖修指 美軍最近在南海頻頻出現 對中國大陸來說 是沒有善的舉動 中國大陸的領海飛行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當然就是一個相當 一個不友善的一個舉動 有點來到我家門口來示威了 好比說 如果今天中國大陸 有能力派他們的飛機 到美國的西岸 既然沿著加州的外海 這樣沿著飛行監控的話 當然美國也會強烈不滿 所以說美軍這樣的做法 雖然沒有違反 因為它是沒有進入 這個中國大陸領口 可是對中國大陸來講 這是一項非常不友好的宣示 解放軍在上週六起 在廣東雷州半島以西的海域 進行實彈射擊演習 外傳今次共軍 是以近日在遠東出沒的美國航母 及澳大利亞軍艦作為假想敵 根據解放軍封海公告 今次實彈射擊演習 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7月25至27日 第二階段是7月28至8月2日 伊伯斯聯合聲 全稱為聯合監視目標攻擊雷達系統 搭載有美軍最先進的機載空對地監控 目標搜索和戰場管理系統 堪稱美軍空地一體作戰的中樞神經 該機可以在防區外 對地面目標進行探測 識別、分類 並實時將數據 傳遞給後方指揮所 今月26日 伊伯斯都曾經現身在南海空域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劉少峰報導 湖南省長沙庫能非政府公益組織3名成員 被控顛覆國家罪案件拖延一年 官方已在近日秘密召開庭前會議 家屬聘請的律師 全被官方單方面撤叛 庭審過程亦都被嚴密封鎖 其中一名被告的父親 人權律師吳有水 贊寫連載文章 思念遺址引發社會共鳴 但即被官方強行山走 庭審的過程亦都被嚴密封鎖 聽下王小山情文報導 被稱為長沙公益三子的長沙庫能負責人程淵 致願者吳葛建雄同流大志 被長沙國安局以顛覆國家罪抓捕 至今已被拘留一年 程淵的太太施名女表示 官方近日秘密召開庭前會議 辦理這件案的長沙國安 以及長沙中級法院和檢察院司法局 都嚴密封鎖消息 甚至連官派律師是誰 也不讓家屬知道 情況顯示 被捕的三個人的基本訴訟權利 根本無法得到保障 我自己找到了 就是吳有水跟官派律師陳鴻義 陳如超做了一個溝通 陳如超就說五個金雄就是有罪 這個案件保密 所以這明顯的就是配合 他不是一個正常的律師 吳葛建雄的父親 人權律師吳有水就向本臺表示 上星期三是他的兒子吳葛建雄 和他的同伴被捕一周年 但至今為止 家人他們委託的律師不但無法會見 連三個人在獄中的狀況 也無法知道 當局強行為三個人 每人指定了兩名官派律師 但官派律師根本不接家屬的電話 吳有水說 今個月14日 官方已經舉行了停前會議 但家屬無法知道更多的消息 據本臺記者得知 長生方面指定了長期 和官方合作的龍熊彪等人 作為情願的辯護律師 並指定了長生律協常務副會長 陳王義和律師陳宇超 為吳葛建雄的代理人 本臺記者多次嘗試聯繫那三名官派律師 也發現三人一直拒絕接聽電話 辦理這件案姓趙的法官 也一直拒絕接聽電話 近日吳有水在社交媒體 以我和我的兒子吳葛建雄為題 讚寫了一系列文章 詳細回顧兒子被捕一年來 他撫沉孩子的消息 並且多次被威脅的經歷 文章發佈之後就立即引發廣泛共鳴 隨著文章的傳播 管制就隨之而來 連續發佈了七篇的連載 都被大量刪除或限漏 一名調查記者在轉發文章的時候這樣寫 這個是吳有水律師從他父母 自己本人和孩子一家三代 被反革命的家族史 自治血淚 一個90後的年輕人 在自己的祖國 因為做公益而被犯罪 這個是吳有水的悲傷 也更加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悲傷 吳有水堅決認為孩子無罪 並且指出官方嚴打民間非政府組織 他的主要原因依然是恐懼民間慈善機構 和他們爭奪民心 同時因為他寫出了官方恐懼民間慈善機構 以及習近平上台之後打壓民間非政府組織的事實 也導致文章被列為敏感內容而被封殺 我認為他很善良 而且他只能做你做這個公益 他們主要是幫助產經人 個體維宣 主要是政策方面的 在中國農曆活動是被共產黨做壟斷的 不允許民間承擔 別人插手等於說就跟共產黨正能性 那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 就開始對了中國民間和極欧組織進行打壓 抓了不少的人 所以我就把我所了解的事實經過解像 要隱瞞這個真相 所以他要先處於共產 負能的服務目標是協助殘疾人士維護權益 這個案件是繼廣東和北京多位農民工非政府組織人士被捕後 官方對民間非政府組織殘酷打壓的標誌性事件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中國大陸的精神障礙分類和診斷標準 至2001年已經將同性戀除名 換言之 同性戀在中國不再被視為疾病 但坊間不少教科書 仍然將同性戀視為病態 廣州一名學生 不滿大學教材 將同性戀劃分為性心理障礙 決定控告出版社 但由於中國沒有保障性少數權益的法律 要維權只能夠另想辦法 聽下高峰報導 同志爭取平權在中國並不是新鮮時 但在教育上並未能與時並進 23歲化名西西的廣州女大學生 2016年發現 極難大學出版的教科書 這樣形容同性戀 其中一個章節是把同性戀歸為 常見的一個性分離障礙 那它下面都是會把同性戀 叫作為一種分離的混亂 或者是不正常的循環 中國的精神障礙分類 早已沒有將同性戀 劃分為病態 近年甚至有官員和輿論提出 將同性婚姻合法化 世世多次要求更正 遭到出版社拒絕 三年前 它對出版社和銷售這本書的網購平台京東 提出訴訟 但未愛於中國沒有反歧視法 或者性傾向歧視相關法律 它只能以與同志平權完全無關的 產品質量九分為名 控告對方 性少數人士以這個名堂來維權並不容易 根據中國大陸法律 當圖書的編寫校對出錯 超過傳書字數萬分之一 就是質量不合格 世世委託專業編輯 找出了七十幾個翻譯和標點等錯處舉證 本末倒置下 本來是重點的恐童問題 淪為配角 只能夠當作其中兩個知識型差錯 我們是會把這本書 將同性影歸為性 真理障礙 是作為一個知識性的差錯 但是因為知識性的差錯 它只是佔了兩個差錯 所以我們需要更加多的一些材料 去證明它存在其他一些差錯 所以去造成的一個困難 是在於我們需要更加多其他 可能不是我們真正關心的一些點和一些證據 去證明這本書存在一個差錯的問題 收了一個大圈 西西說已經做好準備 法院會迴避同性戀議題 這本書最大的希望當然是 讓大眾關注到教科書 污名同性戀的這個問題 還有讓大眾可以討論關注這個問題 還有意識到第一方面很重要的是 認識到其實在中國同性戀已經是可以病理化了 第二點是這些教科書 污名同性戀是一個錯誤的 而且這些教科書是會對於學生的一些認識 是會有影響的 包括對於同性戀或者性少數學生的自愛戀 其他學生可能會引致到 有對同性戀的歧視或者偏見 而引發一些校園欺凌 這種平權案由立案到開庭一波三折 出版社所在的廣州 廣電局力挺教科書沒有問題 法院拒絕受理 京東所在的江蘇淑千雖然肯受理 但法院說要研究案情 辯方也要求產品質量鑑定 經歷三次延期 星期二終於開庭 目前身在香港的西西 就因為疫情關係去不到法院聽審 雄方代表律師葛昂 拒絕判斷聲稱有多大 對方是都沒有來的 兩三個被告都沒有來 然後就提交了這個書面的法律意見 我們這邊的庭審 一開始比較順利的 大概三十項的小的證據 然後用來證明 同學院不是性心理障礙這方面的相關的 包括專家意見 包括規紀委的文件 包括一些國際上的一些文件 到後半場可能 他們可能會覺得 我們反正已經提交了這個書面的意見 葛昂認為更重要是通過打這場官司 對編寫和出版教材的人 起到警示作用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高峰報導 英國廣播公司BBC週一 在一個YouTube頻道 發布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教授 到袁國勇的訪問片段 袁國勇在訪問中表示 相信湖北武漢的官員 自然隱瞞最初的疫情 未有即時對外公布信息 聽一下文海恩報導 他又說當日他們去到被視為源頭 售賣野味的華南海鮮市場時 市場已經完全清理好 沒什麼可以看 形容是犯罪現場已經被擾亂 沒辦法確認導致人類受感染的 病毒動物宿主 袁國勇在訪問中說 我確實懷疑他們在武漢 當地進行了掩飾 當地官員不允許傳遞 本應該立即傳遞的信息 袁國勇又說 當我們去武漢海鮮市場時 當然沒什麼可以看 因為市場已經清理乾淨 因此 你可能會說 犯罪現場已經被擾亂了 因為海鮮市場已經清理了 我們無法識別 將病毒傳播給人類的動物宿主 他有批評 雖然病毒已經有人傳人的證據 但中國當局不斷淡化疫情的嚴重性 多家英國傳媒轉載這個報導 但BBC網頁就未見原始報導 而上載在BBC YouTube頻道的影片已經被下架 轉為私人影片 不過不少網民早已有經驗 已將報導片段備份 在其他平台發布 袁國勇今年3月曾經在明報撰文 批評中國人吃野味的流雜劣根是病毒資源 其後被親北京陣營追擊 其後道歉並宣布修化文章 但文章內容已經是網絡廣傳 他曾經在武漢疫情爆發初期 與中國專家一同到當地考察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文海音報導 更多的新聞和評論 請到本台粵語組的官網和社交媒體收聽收睇